放肝 faster 现在我们给它演示 K5安装8.8 安卓打号的功能演示 装 Windows 转告之后 我们对风险盘 与 颜色的封控 都没有任何的影响 同时对颜色空调菜单 都没有任何的影响 同时我们导航可以显示空调的信息状态 装完之后我们可以用方向把导航键进入导航 也可以通过舱口进入导航 退出 点原车的硬核一个键 或者我们的奥迪多媒体 回到原车的中控 这里要记录仪 也多媒体 也电话 也进一表 导航 安卓应用小机互联 那么在这个地方也有我们的屏保模式 然后我们连上的WiFi 有蓝牙 这一个窗口是我们的关闭 时钟窗口 可以打开关闭 也非常的方便 这些我们的运行仪表功能 这里有法速 转速 遥号 安全带 小沙的 我们在带开门信息 单点这个地方 进入我们的语音功能 也可以用方向盘的引键 帮我查深圳的股票 当前深程指数是11555.255点 哈喽 导航到世界之窗 正在为您搜索世界之窗 找到如下结果 请说第几个选择或取消 第一个 好的 将为您规划第一个地址路线 我们现在连接到手机这点 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实时路况 红色的地方就是拥堵的路段 同时我们机器的反应是非常的快 它有3D洗颈地图 可以看到 要3D建筑物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显示3D的画面 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进行选择 3D路口的放大 对我们行驶一定的帮助 现在登陆我们的账号 登陆完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已经有一个账号 这时候我们可以通过手机 给车的老板发送地址 比如说我现在收参与导 搜索完之后 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分享 我们分享到汽车 发送完之后 我们车长导完就收到一个地址 这时候我们可以直接开启导 这里有两种行驶路线 我们可以自己选择 蓝牙电话 我们已经连接了手机 所以我这时候可以直接拨打电话 这时候跟手机完全是同步的 欢迎去点中国移动 你好很高舒服哦 听得到吗 嗯 可以听到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事的 谢谢 可以看到当我们有电话进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方向盘来接听 这是我们一个通话记录 那么这是一个电话本导入 就可以把我们电话本导进来 这个地方可以进去下载 这个地方可以进去下载 这个是我们的电影播放功能 这个是我们的线车浏览 我们可以在里面进去把线车进去放大缩小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电台机家 中美院的播放电台的 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频道 或者自己喜欢的风格的 或者喜欢的明星 都可以 用兵器 当然了大伙人今天来呀 主要是为了看我师傅 这个是在线视频 这里爱奇艺的民众大赏正式开启了 我在这里 期待你们看 让我们一起的电影疯狂 靠 这一哭我一夜 去年的价格是好 这一个是我们的手机互联功能 我这时候已经脸上完了苹果iPhone的手机互联功能 车载微信登陆成功 温馨提示 为了方便您开车 车在 至少我们可以点回微信 今天晚上 七点钟吃饭 消息发送成功 梁嫂对你说 好的 您可以说 回复微信 进行回复 车载微信已注销 这里可以关闭我们的APP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再见 明天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